來到文洞,先來吃午餐,哇,天氣好熱哦 這是一個很好露營的天,現在大約 兩點半,終於大好天幕了 感謝梁爸爸,所以有這個Buyong Camp 借我們住的這個帳篷,剛才他已經提早來幫我們 搭好了,所以我就來就是住了 哇,兩邊睡船耶,哇,超爽的 兩邊,一邊,兩邊 我們就是公司,可以睡四個人 在天幕上了,哇,天氣很熱,可是還好有風 很爽這樣 風扇大升級耶,會你怕嗎?整個這樣大架的風扇拿來 還有小狗 兩次,看不到咧,黑色的 Yo,歡迎收看最新一間的阿娃熱場 今天又來camping啦,終於又回來camping了 自從已記過我就停止camping了 今天來到文洞 文洞 文洞Natural Campsite,它的新的營地啊 在這邊,可是剛好今天我們全部都是我們包藏了 所以今天又帶大家來開箱一下文洞Natural Campsite 呃,這裡就是它的販賣區 等一下帶大家去看 剛好我們這一次剛 呃,真的是沒有什麼 這個是空的,就是我們了 我們選的地方,剛好 這裡是有幾個停車位置的 然後小車不介意駕上來的 小車八歪,因為它那邊比較難要上 可是你看出去那個景色哦 這超美的 它是有山啊什麼 然後前面這些有錢人物質 我們住在帳篷裡面 然後看著有錢人的物質 這一次我完全不用搭營地 只是搭我的這個天幕就好了 剛才下午一來到就已經搭好了 就出去市區走走吃東西 這次感謝Buyong.cam 它就借梁爸爸這個帳篷 然後我就不需要帶了 所以我來的時候梁爸爸已經把這個setup好了 這一次第一次拿這麼大架的風扇來 所以踏熱 沒有我給朋友借愛 那嘗試看這個風扇適不適合帶來露營啊 這裡就是我們睡的地方了 我就已經預備了兩個軍船 一個是我睡一個我妹妹睡的 那空間也是蠻闊的 舒服一下 所以你就想看你坐在這邊 看出去 感謝梁爸爸 Hello 旁邊那邊全不是榴槤鹽的 而且全部都是大多數老樹的 可是現在沒有榴槤 完全沒有一粒榴槤都沒有 然後這裡是它是以一個lot 然後一個帳篷來計算的 就是這樣子一個是 放裝快的地方就是一個lot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直接拿了三個lot 因為我們是一起嘛 所以我們三個lot 我們三個帳篷 可是天幕就是算是公用區啦 然後在這裡它有三個Zone Zone A、Zone B、Zone C 我們應該是住Zone A 然後B就是後面啦 箭頭 就是指向後面 然後還有Cafe Cafe在這裡 就是一個小賣部 有Cafe 然後有的煮東西 然後也有Ice Cream 這樣子的 然後廁所也是有在 然後後面也是有鋪 鋪就是游泳池的後面 大家大家自己去看 它自己本身這裡好像應該是有做Glamping的 已經有準備好這個帳篷了 可是我們自己有帳篷們就不需要住咯 如果水沒有的話就可以住 廁所也是 預備到蠻足夠的 這裡有四間廁所 上面那邊我還是看到有四間廁所 設備方面都不帶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啦 這就是一個小賣部 小賣部有賣什麼 有賣WARFER HANDCARE 然後有賣小吃 咖啡機咯 也有FITO咖啡 可惜只有我們來不了在這 DK咯 DK咯 還有賣AXCREAM MENUO可以給你看 有MENU 很多選擇咯 其實都是比較簡單的東西 對對對 有賣冠狀水咯 就是要喝冷的可以馬上游 PANKE 這個是我們的AMELCAN HOT DONG 只是主食是這個咯 哦 老闆帶我來看這個一個HOMESDAY啦 他們有準備房間這樣 如果有時候有興趣說不要住在CAMPSIDE的 想哇很大間耶 大間 11個床位 哇 就是如果你一家人來你不想出CAMPS 還有一間廁所 哦還有一間廁所 超大間的 然後你們就整家人可以包一下這個整個空間 廁所本身是有準備在擦頭啊 如果在吹頭髮 女生就很好哦 我這裡就洗手噴 哦這裡我現在看的是有四間廁所啦 哦有熱水器啊 真的好 哦 有熱水器咧各位 哦 這是熱水器 哇 很久沒有去到一個CAMPSIDE是有熱水器的 等下我再看一下 哇 水牙也很好 哇 超愛這種CAMPSIDE 而且廁所也蠻大間的 哇 上來要看它的游泳池 它游泳池在那裡 可是我已經走到這邊了 就是整個鳥叫聲 哦 就一個池 在這邊 哇 很美的一個池 這個水是山水 我沒說很冷哦那個水 我就來感受一下 哦 冰涼涼了 走到剛才我一點多來大營啊 過後就跳下去游泳了 你看超爽啊 我榴槤岩幾次啊 有一個這樣子的游泳池 哇 你看這個景色 坐在上面這邊 看出去外面 好舒服哦 而且它也是準備了一些椅子啊 吊船啊 想問在這邊 你就可以很chill 很relax 這裡可能它還在開發中還沒有完成 期待啊 以後我榴槤岩也是有一點這個水池 而且它你看它的水喔 是直接流出來 就往這個溝裡面排出去 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整個營地喔 地上也是有水在跑 所以不要涼吧 我覺得來到這邊比較涼 剛才確實啦 早上的時候一點多它比較熱嘛 可是 聽講晚上會到21度耶 21度其實蠻冷下 對我來講 覺得應該很舒服的啊 楊爸爸的咖啡店又要開了 呵呵 我很像耶 這個韓國風的感覺很美啊 這個就是雲鼎嘛 Woo 這裡就是雲鼎 真的很壯 然後那風也是吹來 也是有點冷冷這樣 可是旁邊在那吃著晚餐的 哇 需要到肚子餓 等一下我就要煮 牛爬啦 準備這一條 超美的 雖然燈光不太美 可是食物很美 現在晚上 我們坐在這邊 等著看戲咯 等下就 最後有薄戲 然後我們就一邊喝飲料 然後回面看戲 現在還是在cafe旁邊 看戲圈 買一邊吃 然後晚上全部坐在那邊看 我們來這邊享受VIP服務 一邊看戲 然後那個天幕 那個銀幕一直倒 我們在那邊 我們就坐著牌繼續看戲 終於看完了 所以就是我第一次在錄影看戲耶 我真的體驗都很不錯 可是現在感覺有點冷 這個風吹來就是有點冷 回去 藏盆那邊去拿 拿這個杯來蓋 宵夜時間咯 開始在煮 我們的 魚條咖啡湖沙 好啦,現在上車結束了 剛才還沒有回之前 我就跑去游泳多一次 然後我就 因為早上有點太熱了 然後我就 趕著把帳篷收完啊 然後我就沒有錄到結尾了 現在把全部東西放上車了 我就要回去了 所以就錄一個 錄一個結尾了 呃,中午來講 其實那個營地是 稍微有 呃,太陽啦 會有一點熱 可是那個它的風哦 是蠻不錯的 因為風吹來是蠻涼的 可是呃,晚上是 就會比較冷 雖然是講沒有到很冷很冷 可是是還不錯啦 就是蠻冷這樣的 特別是到一兩點過後 那個天氣是很OK的 這個露營地 它其實還蠻醒的 可是設備來講 其實是蠻不錯的 又有很多的 Activity啦 你可以去游泳啦 你可以去射箭啦 然後你還 它又有那個Cafe那邊 可以坐住啦 喝茶那邊 所以這個營地 我算是我去到目前來講 也是算是蠻推薦的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一期再見啦 掰掰 還沒訂閱的 拜託訂閱一下喔